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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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学习《乘上启下祭》 翻开书238页 这首祭子呢 它的大义主要两点 第一个就是《乘油菩提设名》 这个比较好懂一些 第二就是《乘上启下》 《乘上三门启下三门启下二门》 这可以说还是不太好懂 在这首祭子的解释当中呢 泰兰大师 有两处重要的名相 所以我们学本门的都必须清楚 一个就是三一式 和所一和故一 第二呢 就是二种功德的解释 真实功德和不实功德 这对我们三一式 对我们法门的建设 净土宗 教理建设的框架 特别重要 这两种功德 真实功德和不实功德 那对我们 安心 起行 达成究竟往生 特别重要 所以这呢 大家要好好看 关于三一式呢 昨天我们说到了 几条 我们仍然看讲义 讲义三一呢 昨天我们说了两个表 讲义的第二页 第二个图表里边 我们就说到了 正义经典论 较像叛事论 和新形相成论 这是一个宗派建立的 基本的要素 这三个基本的要素呢 在这三一的解释当中 都已经是 包括了 当然 往生论住呢 还不是净土宗 完整的形态 就说这几方面 它是有这个意思 但没有把它 非常详明地表达出来 像正义经典论 在我们 善德大师的观金苏 五种阵型的地方 他就说了 严阵型者专一 往生进行行者 一心读诵 无量寿经 官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那么他就说了 正一经典 正型专一的经典 是三部 那就特别的明确 但是这可以看出来呢 从网识论著 到观金苏 他在教理建设的 这个发育成长的过程呢 明显的 互相相成的关系 所以解门呢 就是教相叛事论 行门 就是我们这个法门的乡城啊 就与他的安心起行 这呢 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往生注可以说是 净土宗教理的框架的雏形 雏形已经解释过呢 就像这个小鸡一样 小鸡在这个 但可里没出壳 但是他的形是完整的 可以戳破 就是呢 就是小鸡 其实在里边也有 不过呢 没出来 所以以这三一的解释 唐兰大师的解释 整个净土宗 在唐兰大师那个时代 就是说 已经具备雏形 他的这种 地位 作用 就非常的 从高 那我们看第三 图表 这个图表呢 三一有分为 能一和所一 这里是要特别说明呢 我们三经一论的框架结构关系 因为能一所一 如果以这个记字来说 我一修多罗 那么能一的就是人 就是天经菩萨 当然毫无疑问 这里呢 是把它分为三经和一论 所一就是三经 能一呢 就是一论 就是往生论 因为往生论 它是依据三经来建立的 所以所一的 这三经呢 有分为能圈和所权 能圈就是修多罗 我一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无量寿三经 这修多罗所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真实功德下 所以他说 我一修多罗真实功德下 这之间也有一个能锁关系 那么讲起来呢 就是三经 这三经 谭壤大师解释为 佛名号为经体 真实功德下 说到底 就是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三不经的根本内容 体性 就是这句佛的名号 这下面不是能圈 也就是所谓的和所义 所权就是和故义 下面呢 就是云和义 云和义这五念门 是天经菩萨所创立的 它是一句三不经 来设了五念门 所以说修五念门相应 这个相应是相应什么呢 就相应于修多罗 和相应于忠实功德下 所以它这之间 构成了能锁关系 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晰地知道 三经和一论 它有能一与所一的关系 既然三经是佛名号为体 这个一准于三经的一论 那一定是称明怨圣为宗 所以五念门相应的话 其实就是称明怨圣为宗旨 所以这个宗和体育宗 是慧体之书基 修行之刚领 宗的目的是 就是契入这个体性 那么体是一称明 佛名号为体 那么宗 你来称明怨圣 就跟他的体性 相契合 这是看出来 三经一论之间的理论框架关系 所以这个你看 教解形 什么正义经典论 较像叛事论 心形相成论 这都是说明本论和论著 在净土门教里建设的一个框架 我们看过来 这翻过来 我把它展开为五一 前面是五一 就是五种一 后半就是净土从特色 这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 一的主体 这后半呢 中间的三个一是前面把它抽下来的 但是呢 我把它加了 第一个加了一个一的主体 第五点呢 加了一个一的利益 一的主体就是谁来一呢 天经菩萨就用了一个字 这个我在天经菩萨本身来讲 他当然是一个圣者菩萨 但是呢 他是普共助众生 往生安乐 关于说普共的众生 他让大师已经明确的说明 这就是凡夫 所以这个我 做普及性的来讲 就是我们每一位 那就是凡夫 一的对象呢 就是修多罗 无量数三经 一的理由 因为这三经啊 对于我这样的凡夫 是真实功德相 那么这两点呢 就是所谓本愿的内涵 三经的成立 是以弥陀的本愿 三经之所以对于凡夫 三经所诠释的教理 所展示的内容 之所以对我们凡夫之人 能够是真实功德相 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那我们看一般大乘经典 对我们呢 就是苏离的 不能成为我们的真实受用 不能成为我们的真实功德 所以这两点呢 就是本愿 一的方法 以天清菩萨说呢 是修五念门相应 那么五念门当中 关于五念门的核心 在往生论要义当中呢 我们有详细的辩解 就是称明和观察 这里就直接说出来 所以修五念门相应 以这凡夫以本愿 本愿所选择 凡夫所异行的 那就是称明 也是称明愿生为宗 所列出来的 那么修的利益 一的利益呢 就有两种 一个是辞途的利益 一个是敌途的利益 在辞途就得如实功德 决定往生 为什么呢 因为是以五念门修行相应 相应什么 相应佛的真实功德 本愿真实功德 所以因为 如来是真实功德下 那么你相应如来 在名号所修的 也得如实功德 如实功德 故决定往生 这是 泰兰大师 往生能著里边的 原话 这是在辞途得的利益 彼途得的利益呢 就是所谓的 速得成就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那关于这个辞途的利益呢 后面有一个说明 就是所谓的 平生业成 献生不退 因为得真实功德 所以今生 往生 业是成就 如果是不实功德 那当然往生 业是不成就 什么叫真实功德 能设众生 入必进境 不虚伪 不颠倒 泰兰大师说过了 能够 这个真实功德 能够设受众生 进入到 必进清净的净土 当然就决定往生 这就是平生业成 现成不退 不可能退下来 这两点利益 就是从这里说到 那么彼途的利益 非常清楚 往生中也说得很清楚 速得成就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样的境界呢 就是暴徒 为什么能够快速成就 这是暴徒境界 这是敌一地 妙境界下暴徒 所以我们把它列起来 这刚好就配对了 净土宗特色的四句话 本愿成名 凡复入报 平生业程 现身不退 关于德如实功德 决定往生 这句话的原因的出处 在哪一页 大家帮他找一找 287页 倒数第二行开始 这是此土了 一者在此作下 观彼三整庄严功德 此功德如实故 修行者 亦得如实功德 如实功德者 决定得生彼土 这是此土的利益 翻过来 288页 二者 这是彼土利益了 一得生彼净土 即见阿弥陀佛 魏征尽心菩萨 敌尽德正 平等法生 与尽心菩萨 与上帝菩萨 必尽同德 极灭平等 这就说 速得成佛 所以就是入报 这是暴土境界 你不管是尽情菩萨 还是凡夫 还是普通人 你到极乐世界 你快速的 速满功德大宝海 速得成就 阿弥陀罗三百三菩提 所以这个教理 就是非常的清晰了 当然这里呢 他说的是观察门 得如是功德 那我们称名 是不是也得如是功德 所以不要看在这里矛盾 说的是观察 你怎么就搞称名呢 他主要是说 依你所 比如观察门 是因为你所观的对象 是真实功德 而这三种功德庄严 龙缩 就是一句名号 所以我们称名 所称的名号 是真实功德 这个对境是真实功德 然后呢 如来是真实功德下 所以这种三种庄严功德 此功德如实故 这里的展开 就是三种 功德庄严 二十九种 那么收缩起来 讲如来 即是真实功德下 那很显然 我们称名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包含了观察的 所有一切功德在内 所以决定得胜彼头 我们看下面第四点 陈上三门 起下二门 关于这个要点呢 下面列了几个分点 这陈上三门 起下二门 几乎呢 如果随便读过去的话 觉得很容易 一滑就过去的 但其实这里的内容很多 第一个呢 我就问了 论何故分为 上三门 下二门 这里的问呢 是有两种含义 一个就是问上和下 第二就问 三门和二门 他为什么不分为 上四门 下一门呢 或上二门 下三门呢 或上一门 下四门呢 我这问题是论啊 我不是问的论著 就天经菩萨 他造这个网词论 是五念门 五念门 第一手记子 就三念门 然后三念门 后面的观察门 和回下门 这两门之间 隔断了 加了一个 乘上起下计 他干嘛 就在这个地方 他又分为两段 然后说上和下 这是有他的必然道理的 所以我们把这下面 你看 这五门就分为两 上和三门是指什么 就先自性 下二门呢 是交人性 上三门 是天经菩萨 自都 自都之言 我一心归命 尽是方 无碍光如来 愿神安乐国 那么天经菩萨 他能不归命吗 归命肯定是有的 他能不称名吗 称名是方法 这个愿神安乐国 是目标 方法目标 是不能少的 那归命是不能 所以这三门 是一定是完整 他不能说 世尊 我一心归命 尽是方 无碍光如来 然后底下没有了 这讲话不是什么假 对不对 他这个上三门 就是 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他是自性 所以天经菩萨 自都之词 下二门呢 他是 教人性 回下来立众生的 所以必然分为 这两大部分 那么所谓的上 也有上求佛道的意思 他只要 愿神安乐国 这就像上求佛道 下呢 有下化众生 要立众生了 上求佛道的目的 是为了下化众生 菩萨行 不过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后边的两门 主要是下化众生 上面三门 是自性 上求佛道 这样 由自性 教人性 由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那肯定是在中间啊 这个乘上起下 祭一定是在中间呢 那也可以问啊 干脆就把这个祭祀 放最前面不好了吗 这就放一起 五年门放一块 像这些地方呢 就是提高大家的思维力 就我们看书 应该在一般人 不注意关注的地方 要仔细的去探索 思维 这样你就知道 它的必然性 我们可以打一个屁语 就像一个人 你看一个人 有头 然后到颈项 然后到身体 然后呢 就是手脚四肢 这个人大致就分为四这四部分 这四部分刚好和我们这 台湾大师的分级章门 和往生论的这结构 是相应的 请问头是什么 上三念门 对 这就是头 就是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 头一看就知道认识他了 对不对 世尊 我一心归命尽十方 无外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这上三念门 就像一个人的 这个头一样 他的眼目 你都看得很清楚 这是谁 他就已经定下来了 这个成上起家祭 就是颈项 这个颈子肯定在头下边 然后 这个观察门 就是 这个身体的主干部分 有爱十一首祭子 回向门 就是手脚 因为回向 他是要 把这个利益 运动给众生的 就靠这个运行的 回向力 其他众生的 所以这个是很显然的 成上起家祭 它的作用 就是起个颈项的作用 这个颈项非常重要 它就是 不光是个连接 它是 比如头上提供营养能量 下面都是 给指令 所以这个 成上起家祭的位置 必然在这个地方 这样整部一个 网子论 你看二十四 二十四祭子 它这种结构关系 它就是一个有机体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你不可以挪动位置的 你人身体 你总是头掌在最上面 一来抬头 就标示出来 天津菩萨就 自己就显明自己的身份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我这个记者是要显明什么内容 就是愿生安乐国 那么怎么去 归命近十方 无爱光如来 这基本上说 看一个人 头一看 这个人就了解是谁了 就是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下面还有呢 那就是为了利他 我们再看讲义 这第二点呢 是根据第一呢 继续来启问的 好 那就说 你自信教人性 讲的有道理 既然自信教人性 观察门呢 它是起观生性的 那应该放在最前面呢 第三是坐院门 是自立的 第五回向门呢 是立他的 从来我们都讲 自立立他都连在块钱 说 你现在把观察门 往中间一塞 堵住了 有问题的意思就是说 观察门可以放前面 把自立立他放一起 这样子 你自信教人性 不都有了吗 他这么问 回答呢 首先是 同意他的部分观点 说你说的是这样 观察门起观生性 自信也要观察 不观察 你怎么会起信心呢 但是呢 这个之间啊 有他的 亲众主次的不同 像一些老太太 自求往生 未必需要深入教理 他只要一心归命称名 则必定往生成佛 也就对一般人 来讲 前面三念门就够了 天津菩萨他非常善巧 因为一心归命称名 往生不就行了吗 但是如果你教人性 比如作为法师 讲师 作为念法堂堂主 你有弘法的志愿 你教人性 那必须呢 深入教理 必须详明观察 这教理 所以观察门主要是教理的 是解门嘛 所以呢 以观察和回向 何而为下二门 因为回向就是要立他 普共诸众生往生按照国 不是怎样讲一句话 你得去自信教人性啊 大悲传谱话 那你当然就要详细了解 观察门的内容 就是深入教理 同时呢 在观察门 介于自立 作业门 和立他 回向门之间 说明 有立即 前面的作业 和后面回向 双重的作用 也就是说 自立立他 这个作业门 和回向门呢 是安心的 真的安心 要通过什么来建立呢 就通过观察门 所以这两 自信教人性 都在这个当中 接下来呢 这个问题 经常有人问 说成上起下 还有人说 这两个字 是不是搞错了 胆儿够大的 看见祖师的话说 这两个字 成上起下 应该是这后边的 成上起下吧 因为后边 这个成上起下 是一个通途的成语 他认为 这肯定是打字拼音 搞错了 非也 决定是不能改的 因为你改成成上起下以后 当然也是文具上讲得通的 意思是完全两回事 第一个成呢 是成就 观察 庄严清净功的成就 这个成是 那你那个成是成接 只是从上面延续 接下来 后边呢 是开启 这个起是 升起的起 有启发启动 升起的起 它的力量 有力量感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第四点呢 接着问 何故 好 那就不一样吧 不一样 为什么上三门用成字 下面二门用起字呢 这都有它的来源和根据 上三门用成字 这个成 它从哪里来的 就是院士成就 院士成就 这是第九门 就下卷 329页呢 倒数第四行 院士成就者 对吧 这是这个标 我们翻过来 330页 这个院士成就 这四个字 可不是天津菩萨说的 这是谭兰大师 把到下卷 分为十章的时候 第九章 他就列了一个标题 叫院士成就 那么原话 像这黑体字 就是论里面 乌士菩萨 智慧心 方便心 无障心 甚真心 能生清净佛国土 应知 这不就是院士成就了吗 能生清净佛国土 他的院是什么 就愿意往生啊 愿生安乐国啊 这个愿生成就了 我们再翻过来 330页 世民菩萨摩赫萨 随顺五种法门 各位不简单啊 菩萨摩赫萨呀 随顺五种法门 这五种法门 就是五种 五念门 所作随意 自在成就 这就是所谓的院士成就 那么这个要点是要说什么呢 是说这个成字 它是有它的来源的 就这三念门当中 一定要用这个成 这三念门 院士就成就了 往生就一定了 所以用这个成 成上 这上面三念门就够了 为什么 院士 院生安乐国 你就是 我一心归命 尽时方 五爱光如来 院生安乐国 如果你这一寿祭子 你落实了 后边两寿祭子 没落实 你自己院士成就了 没问题的 这就往生一定了 那起呢 是起观生性 所以这个起 你说能改变吗 这个成能改变吗 不能改变啊 起观生性在哪里呢 281页 到处第一行 让大师下面分为十重 把这个论分为十重 起观生性就第二重 起观生性者 此分中又分为二重 一者是五念力 二者 这个什么 出五念门 他主要说什么呢 你再看下面 282页 云和观 云和生性性 这里 我们学到的再说 因为说云和观 云和生性性 按说就要解释观了 但是他下说 若善男子善女人 需五念门情成就 毕竟得生安乐国土 见彼阿弥陀佛 所以他是用五念门 在这里说 那我们这 到那里再说明了 这里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下二门 他主要这个起字 是和起观生性的起呢 想配应的 所以他不可以改为别的字 我们还来看讲义 讲义里面说 成上三门 怎么成上三门呢 成嘛 以如来即是真实功德相故 礼拜称赞 亦得真实功德 二门成就 这个成就解释为成就 什么叫成就 你修着二门 你能得真实功德 这叫成就了 因为如来是真实功德相 我礼拜阿弥陀如来 得真实功德 那我撑面阿弥陀如来 名号也得真实功德 所以呢 这就是二门成就 真实功德顾 决定往生 作愿成就 真实功德一定能往生 那第三门 作愿门就成就了 是不是成上三门吗 所以这个意思就说明 这三门已经是完整的 足以达成目标 这三门如果再看 三门为什么 就是一句名号 拿摩者即是归命 这是哪一门 啊 我一心归命吗 比如礼拜门吗 一时发愿回向之意 这是哪一门 作愿门吗 当然这里面也含有回向 那就是利他 因为这个名号 不光是自利 但我们自己来讲 这就是名号啊 然后呢 阿弥陀佛即是即行 哪一门 这个称名门呢 赞叹门呢 也包含了 观察门在之内 所以这些 你看这句名号 就很显然 这就是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三念门 五念门 都是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怎么起下二门呢 由自己往生决定之故 他自然有一种力量 升起一种大悲心 欲求利他 如果我们自己往生不定 哪有这个力量 哎呀我这样 阿弥陀佛 真是功德 就能往生 哎你心里边 就起了这种力量 你就愿意利他 这就是回向门 你要利他的话 那你就要详细观察 到底你要跟别人讲啊 要利益众生啊 你要学习教理啊 其实是怎么怎么怎么好啊 阿弥陀佛怎么怎么慈悲啊 他本愿力如何如何了不起啊 这样你就往生啊 这就是回向门吗 所以成上起下 那如果我们一个人了解 这个法门的教理 对我们本人来讲 叫成上三门 接下来第二步工作 起下二门 你就要学习教理 听门讲经 然后呢 要去红化利益众生 那如果说 我就是不愿意红化利益众生 那很可能上三门没有成 上三门成了 下二门一定会起 他有一种升起的力量 但人的根基各个不同了 有些人他就是 在那推来推去 要把我们心中的阿弥陀佛给他换活 不要让他在那里实业 所以我们念佛 心中有佛 心中怎么有佛 你都不出去教化众生 心中有佛吗 佛还在那里不干教化终生的事 心中的佛 心中的佛 不是嘴上说的 心中有佛 要让心中的佛做主 心中的佛 你把它关紧闭 不让他开口 不让他做事 那个就不 不可以 第五点 继续问 是否这个臣字 说臣上三门 起下二门 那么只是上三门臣 那下二门功德不成就吗 是不是局限于上二门 不通下二门 起字是不是只限下二门 不含上二门 其实不是这样 是语言表达的方便 回答是通成 通起 通成五门 通起五门 成是什么意思 成者成德 起者起行 成就成就他的功德 这五念门的功德 都是以这首祭子 来成就的 以这首祭子 那么五念门的升起 也都是以 这首祭子而升起 再翻到第四页 讲一句 我们对这个成字 继续来分析 首先讲成立 成有两重含义 叫成立 一个成就 成立五门 成就五门功德 那么成立 其实也有升起的意思 成立当中就说了 一一修多罗 不是我一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吗 以修多罗 修多罗就五量寿三经 五量寿三经在龙梭 就是阿弥陀本院 就是以第十八院 天经菩萨 他建立五念门 他的根据在哪里 他根本来讲 就是以第十八院 来建立的 那是什么证据呢 以至心两个字 建立礼拜门 为什么 龙书菩萨说 至心头面礼 至心归命礼 所以至心就礼拜 以兴乐呢 来建立观察门 那怎么能够兴乐 习观身性 建立观察门 那欲生呢 就是作愿门 这很好说 欲生我国 实念 乃至实念 就是赞叹门 这赞叹门是 如实修行相应 那回向门在哪里呢 释放众生 所以我们这个回向门 是捡大便宜的 是阿弥陀佛 已经回向利益重生的 你跟他后面呼喊一下子 我也回向直方众生 没关系的 因为阿弥陀佛 前面已经回向了 你跟他后面喊一嗓子 这我们的回向门 是很容易的 很简单 所以叫巧方便回向 阿弥陀佛 如果前面没回向 那你这回向可就不容易了 那你就不能巧方便 最起码你要是正无法性 你才可以嘴上敢喊 我回向直方众生 不然的话 没有无法性 你喊直方众生 那不过是四个字 中国话而已 他跟直方众生 一点那个蚂蚁 那个什么鸟 他听到你讲了吗 没有 不是如实的 不是巧方便 所以这回向门 就在直方众生 所以本院当中 都已经有了五念门了 那五念门成就呢 就是后面的 弱不深者不取正觉 你当然决定网上 所以依真实功德相 因为 把藏比丘 历劫修行 菩萨智慧清净业所起 庄严佛事 此法不颠倒 不虚为 这就是真实功德相 那修五念门相应 依依据真实功德 我们五念门是以 真实功德相作为对境 来相应 相应就是说 如实修行相应 跟他 跟这个如来 跟阿弥陀名号 跟极乐净土的境界 暴土的镜像 真实 暴土的镜像 如实相应 所以每一门 都具有真实功德 上海大师在 往生理在案的 前序当中就说了 一门上于三星河 无论多少 皆明真实之夜 这有真实功德 翻来看一下 往生理在 八百五十七 倒数 第五行 五门几句 定得往生 一门上于三星河 随其夜行 不问多少 皆明真实夜夜 映之 这里说真实夜 那就说真实功德 那么以上一道解释 我们就看得很出来 你修五门行也好 修五中正行也好 你是不是如实修行相应 看你有没有三星 如果与三星河 三星 这一门与三星相吻合的话 那就是 如实修行相应 那就是呢 不管你随其夜行是多少 时间是 久是近 有智慧没有智慧 是五门 还是三门 还是半门 这五门修到半门 你就得真实功德 说我想磕头呢 啪 只磕了一半 脑梗 够了 这一半 这一半就真实功德 就往生决定 所以一一门 具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 故自立立他 无不真实 这就是成就 五种 五门功德成就 不管自立 还是立他 自立就是前面三门 立他是第五回向门 观察真实功德的本体 就是第四观察 启那是深启之意 以修多罗真实功德相顾 有涉受众生 毕竟身比国土之力 就他有这种力量 我们说念佛不得力 你为什么不得力 你搞自己一套东西 你当然没有力量 就真实功德 你没有如实修行相应 没有感受到阿弥陀佛本愿力 这种名号的真实功德的利用 力量 他有涉受众生 毕竟往生的力量 那么你就念佛 还觉得往生不定 这就没有得力 没有得到佛的这个本愿力 真实功德力 那这个力呢 就能升起五念门行 让我们又可以自立立他 这一点 底下说呢 请和《网生论要义》的第四点 《网生论书记》 以及他的讲解 配对着来看来听 《网生论书记》啊 所说的就是 这第二首记子 《乘上起下记》 它就好像一个枢纽 好像门的这个开关 转动的轴 刚才我们举的比喻 就是我们人的 上面脑袋脖子 下面的景象 这个景象就是个枢纽 枢机关的地方 所以它的连接点 下面第五个要点呢 就举了这句话 以如来及真实功德相果 这句话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看圣教集的 大家看 圣教集238页 这是台湾大师的解释的 不要读了就忘了 1234567第七行 何故医者 以如来及真实功德相果 为什么把这句话 拿这里要来解释分析呢 所以这祖师说话 特别干脆利落 为什么一这三不经呢 他没说别的 他就把如来这两个字 拿出来 这真实功德相 如果展开来讲 它是指下面29种功德庄严 一切是真实功德相 但是台湾大师 他不会那么啰嗦说话的 他就直接说 如来及真实功德相果 这句话干脆 让你呢 万法归宗归到点 如果我们一般的法师来解释 那就啰嗦一大堆 什么是真实功德相 何故医呢 因为这三不经 你看这说话都找不到点 何故医者 前面说一经以修多罗嘛 那为什么以修多罗 因为啊 这三不经是真实功德相 你说三不经真实功德相 他就读了 逼啦叭啦啦读啊 当然也会得到功德的 找不到点 或者有人说了 何故医者 这29种功德庄严 是真实功德相 那就关吧 你看台湾大师 他不这么说 他这么就说 如来及真实功德相 他当然 你说三经真实功德相 也可以三经是名号为题 那说29种功德庄严 是真实功德相 也可以 就他这句话 涵盖面特别广泛 而且干的高度特别高 能够总设 所有的答案 而别的答案呢 不能够弃入你的心要 就是文字的多 文字概念性的东西多 你也不能说他不正确 但是显然 没有弃入要点 所以这里呢 他就是 唯言如来 不言其余 连观音世纪也不说 净土种种庄严相 这个真实功德 通通都不说 捏在块 社会如来 为什么 一切真实功德 本于如来 你29种功德庄严相 系 还是无量功德庄严 或者是什么 无量寿经 或者等等这一切 或者叫五年门 他是根本来源 来源于如来 来源于佛 所以这里的如来 就指阿弥陀如来 这话 这就是祖师 祖师解释 不是按文具来的 真实功德 无相无不相 这是解释 相这个字 真实功德 无相无不相 但是如果以圣道门来讲 他是从哪个角度来 出发呢 他从无相 破相 所以无人相 无我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破四相 绝百非 那么这样呢 你就可以如实修行相应 但是我们净土们不一样 我们必定要 利凡夫之故 所以必相得利凡夫 一定要有相功德 就是以有相的形式来出现 他当然不是 你看这个相 他跟别不一样 真实功德相 所以这个相 不可以略 如来几真实功德相 故 再也跟我们净土法门讲的 指方立相 都有那种呼应的关系 你对凡夫来讲 你跟他讲无相 无相法门 无相念佛 无相功德 他能够成为他的真实功德吗 我依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 这就是利益凡夫的法门 要圣道法门讲真实功德 他讲的云里物里的 他根本不会讲相 怎么破相 怎么破怎么破 下来 佛名 即真实功德相 这句呢 是衍生性的 前面 原文说 如来 即真实功德相 故 这些话 他都有很深的内涵在当中 如来 即真实功德相 故 他也说一个相 就是说 诗相声 唯物声 诗相本身是我们 所以真如诗相 真如诗相 敌意空 曾为错心 他必定要显示一个相出来 如来的形象也好 名号 这个身影像也好 他是以相来利益众生的 就是唯物声 唯物为我们这样的凡夫 佛本身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了佛名 即真实功德相 如果如来即真实功德相 可能还有一层 这个比如观佛 等等 但这里如果以佛名 念 称名为宗的话 我们直接就说 佛名是真实功德相 那道理在哪里呢 道理为明基法 明体不二 如来即真实功德相 如来垂现为名号 显现为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说如来即真实功德相 如来在西方极乐世界 过十万亿佛徒 那你怎么呢 怎么捞着 这真实功德相 怎么和我们相应 显现为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所以我们看见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这就是真实功德相 你看见这六个字 还不知道你是真实功德相 决定往生 这就叫做有眼无珠 绝对的 信心没有开启 所以文旗名号 信心欢喜 这个都没有 然后说我念佛 念了半天口干受燥 哪里是真实功德相 哎呀 我现在念了口水 满嘴口水 嗯 真实功德相 那口水成真实功德相了 念的很好 很欢喜 口水满的很多 我念的真好 今天真的修了一堆 真实功德相 说昨天念的不行 念的口干舌燥 事情烦多 心也不定 昨天没那么真实功德 那你口水 多少来决定 真实功德相 不是这样 就是这六字名号 接下来 如来 夸胡佛明 如来对我们来说 如果说西方十万亿国土 这样最终佛 那隔得太远了 就是佛的名号 明基法 明体不二 明 就是佛的本体 没有二别的 这就是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 明如来真实功德相 能成五门行者真实功德 就修五念门的行人 菩萨摩赫萨 也就是我们凡夫 这些修五念门的人 这真实功德相 能够成为我们的真实功德 所以若口称 若读诵 若观察 若回向 若作愿 一一门 都具有真实功德 这不很显然吗 就是佛明的真实功德相 成为我们的功德了 让我们肃满足功德 大宝海 为什么 欲啊 欲无空过者 什么是欲啊 欲就是你修五念门的人 这就遇到了阿弥陀佛了 所以以往生人来说 修五念门 这就是欲 如果再简单讲 就是文旗名号 信心欢喜 这就是欲 欲到了 那佛本愿力 垂现为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这名号 我们修五念门 就遇到了名号 这样就无空过 我们当下呢 就是肃满足功德大宝海 在《无量书经》里面就说 令主众生 功德成就 这里也说呢 能令肃满足功德大宝海 是佛的功德成为我们 让你成就 这是第五点 我们就以如来及真实功德相顾呢 做了这样解释 我们再往下面看 第六个要点 第六个要点 它说什么呢 云和仪者 修五念门相应故 这些第五点啊 第六点啊 都能够 和前面第四点 乘上起下 都有相对应的关系的 修五念门相应故 这里呢 主要是要解释 这五念门 跟第二 称民门的关系 同时的相应 是相应什么 我们看相应这两个字 相应这两个字呢 就分为能硬 与所硬 看到没 这有好几重的关系 我们列了呢 三重 能硬就是五念门 所硬就是修多罗 就是天经普赛在 往生论当中建立五念门 这是能相应的 那么这五念门 是相应于什么呢 是相应于 无量寿经 修多罗 相应于净土三不经的 所以这五念门 它是有来历的 相应于 无量寿 修多罗 来建立五念门 这叫能硬于所硬 第二重 能硬所硬的关系 修五念门 这五念门是让我们来修行的 那么修五念门呢 这五念门一相应于什么 你五念门的对境 归命 沙阿弥陀佛 称赞 沙阿弥陀佛 作愿是弥陀的净土等等 观察是弥陀的净土 回向 是以这个巧遍方面 回向利益众生 所以呢 这修五念门所相应的 这是能相应 所相应的就是真实功德下 第三重相应 修五念门的行人 就是我们每一位 每一位人 那你相信什么呢 相应于如来的真实功德 所以如来 即真实功德相果 让我们修五念门的行人 也能得真实功德 这样能所一体 速满足功德大宝海 能所一体的道理 这个很明白 能和所是分不开的 是一体性的 比如我们称船 称客叫能称 船那叫所称 对不对 能称的称客 称上所称的船上 这个才叫能所一体 那如果你不称船 哪里 你称船了 能称跟所称就是一体的 那么修五念门的行人 你跟如来真实功德 就是一体的 那你怎么可能不往生啊 所以这是能所一体 那除非你没有修五念门行 我们再看呢 下面 我们专门列出来 第二 称笔如来明 如笔如来光明至 下 如笔明义 欲如实修行相应故 这四句话 刚好呢 和这里的解释啊 是有对应的关系 称笔如来明 就对应着修五念门行 表面看起来是 五念门行当中的一门 但这一门 可以总设五门 如笔如来光明至下 这有一个巷子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他修五念门行是 真实功德下 这也有个巷子 真实功德 阿弥陀如来的光明至会 是不是真实功德 毫无疑问嘛 这真实功德下 然后如笔明义 这个明义 他让大家怎么解释的 他让大家说 如来即真实功德下 这如来 是体 明体不二 明基法 就是佛的名号 所以如笔明义 这明 佛的明 他的义 是什么义 就是真实功德下 然后说 欲语如实修行相应故 后来说呢 修五念门行相应 那么这里的相应 两个字也是 呼应的关系 所以这 称赞门 这里面的四句话 跟五门修行 五念门修行的 这三一的解释 是非常贴切吻合的 当然其他门也都吻合 但是在 称赞门 就是赞门这当中 他的 语句对应关系 特别的鲜明 这也可以知道呢 称赞门 在这五门行当中的特殊性 好 我们今天这堂课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明镜与点点栏目